好 大家好 咱们这节目咱们来 学一下Paramilus的一个安装 我们可以进到 官方的一个圆码上面看一下 官方网站的 应该是 咱们来说吧 Firmware TGUS 大家看到这是它的一个官网 安装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去他们 官网的下载看一下 官网也是可以的 并且呢你也可以直接 在我们的一个GitHub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是 Paramilus 它的一些生体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 Paramilus 它包含了它周围的一些 所动的一些组件 咱们的话 后面会一一的 然后去把这些组件 然后使用看一下 然后的话 它一个组成绩的话呢 这个最新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2.5的 你假如说想去下载一些 旧的版本的话呢 也可以去 它一个GitHub上面去下载 咱们去下载的时候呢 有可能你直接是 从他们这里下载的话 有可能是下载不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嗯 下载的桌面呢 你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的话应该 呃 这个是从那个 我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从应该是一个 亚马逊的一个 一个站点 所以有的时候 你那个不 嗯 不可以上网的话 你可能又下载不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嗯 所以说呢 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去拿下载 可以去查一个 嗯 GitHub上去下载 再看一下 然后那个 这里面的话 是它一些 最新的圆码文件 然后的话 你去下载各个版本的话 都在那个VLIS下面 VLIS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它的一个 2.5的一个版本 最新的 然后还有 HC2的 可以看到 这是2.4的 各版本 然后你都可以在这里去下载 嗯 嗯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我们都直接那个 下载 下载 那是一个2.5版本的 一个最新版 嗯 这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那个FreeBSD的 然后的话 像那个LinxAMD64的 一般都比较适合于 我们的一个Synos 下 去试试 还有一个VLIS 所以说各个版本的话 你可以去 定应那个版本去下载 然后的话 你看这里还有那个Windows的 所以我们这里 直接是下载一个 嗯 24的 AMD24位 然后 看一下 然后可以有那个 复制连接地址 复制连接地址的话 嗯 其实也就是个地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wget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它这个是那个 在那个GateHubber上去下载的 然后 应该是可以下载的 看一下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是已经下载下来了 嗯 刚才的话我纠正一个错误就是说 嗯 我们其实在 嗯 这个GateHubber上去下载 和在官网上去下载 他们的地址是一样的 虽然说我们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显示的是一个 GateHubber上去下载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去 看到它的连接 它解析为什么 它同样的还是使用的 这个地址 就是相当于应该是那个 看那个样子现在像是 亚马逊的一个地址 还可以看到 实际上那个解析的地址 还是从这里下载的 他们那个 那个两边下载的地址是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呢你下载的时候 可能第一次下载 可能又下载不成功 你都重新再咨询一次 那第二次的话 你看这里我这里都下载完了 然后速度 这比较快一点 我这一次下载的话 这边上面的话 都下载到然后 嗯90%这里 然后 这个基本都停在这里了 看这里现在那个说一下 嗯 我们下载完 然后把它解压一下 好 我们来解压运行一下 然后 嗯 这个的话应该是没有下载完整 嗯 这个包有问题 这个包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包 删掉 等一下 稍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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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 加一下 看到现在的话已经解压出来了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里面都有哪些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然后 嗯最主要是我们有那个有两个自行程序 嗯 一个是工具包 一个啊 Permisus的一个工具包 还有一个主程序 嗯 这两个目录的话呢 是一些控制之类的 我们这里我们先公管它 我们把这两个自行包 然后输入到我们的一个 嗯 可以搜索的路径下面 按就是 嗯 Copy 嗯 Permisus 错 然后输入到我们那个 usrlook 冰下面 嗯 嗯 嗯 我们来看一下 Permis 刚刚Bushing 大家看到 然后2.5版本 然后它是因为它是一个 呃 够语言写的 然后直接是 打不打好的 所以说 嗯 可以直接运行 嗯 我那个我们 然后的话 把配置文件 然后把它配置文件 去copy出来一份 看一下 它的配置文件 然后默认的话 应该是 嗯 比较简单的 嗯 我们到后面 嗯 我们会去 也得去解释一下 一个全局配置 还有一个警报配置 然后的话就一个 嗯 入了角色 还有一个叫Skyple Skyple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个 整个去制定 去哪个 嗯 嗯 那个哪台主机的哪个目标上面 去那个拉取配置 嗯 不然那个拉取一个metrics的值 嗯 在这里总共在 嗯 几大部分 一 二 应该只有一个四大部分 四大部分的配置 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 嗯 像拷贝出来一份 把它拷贝出来 把它拷贝出来 拷贝到那个 降格目录吧 现在要etc almas 看一下 usm1tg1 然后的话我们 把配什么键拷贝过去 哦 错了 嗯 嗯 这不是说相当于把自行程序拷过去了 那 这拷贝它的配置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这是拷贝的默认程序 然后的话 嗯 那我们去那个运行看 这里面的话 嗯 可以使用它一个工具包去检查一下 嗯 我们的配置文件使得正确 使得配置的有问题 所以说 因为它这个空格是那个 嗯 它这个语法的空格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有的时候或者是 嗯 其他一些字符写的有问题 嗯 可能配置文件的话 嗯 这可以用这个工具去检查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tool 然后check it 开hait config 大家看到了 然后的话 嗯 这个是成功的 然后 这那个 没有写写 sentir那个 那个 没有那个横涉文件发现 我们这里面还没有定义 然后的话 证明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现在运行了 after 然后的话 嗯 运行之前的话 我们把这个 lookhouse改一下 嗯 lookhouse的9090 如果后来我们这里先不改吧 我们先运行看一下吧 我们这里先用一只想的自己安装 config 然后是etc 好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应该是已经在运行了 这是监听在哪个端口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配置有没有写 它应该是监定在 某人是监定在 然后90和90上面 这里面的是什么 这里面是一个 写的是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是什么 这个这个叫本带不能 就是说这是监控的一个自己 某人那个没写其他的话 都是监控的自己 我们来看90里面的单口 我们去访问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1749090 可以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是那个已经安装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某人是监控的自己 这个是监控的目标 是一个自己的 我楼口号式的9090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关于SignalS安装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后面的实验的话 我们就先使用在 因为我们后面的实验的话 然后为了便移 好修改配置 然后重启 所以说我们默认实验 我们是先在 另一个下面 然后进行操作 操作完之后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就去做实例的时候 我们先去真正的部署 然后我们的一个 K8s继续里面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已经正常了 关于SignalS安装 我们就讲到这里